人体中的经络就像是线路,而脏腹就是灯泡,每一个穴位就是连接线路和灯泡的开关,它时刻在影响着人体中能量的流通和气血的运行。 如果说,我们长期能够给予这些穴位相关动作的刺激,就能够轻轻松松地防治一些慢性病。 其实,以中医的理论作为基础,再结合各穴位的分布以及经络的走向,将人体的50个主要的穴位与健身操有机地结合起来。 而研发的一套永心穴位保健操,它将养生、将三高与健身集于一体,长期坚持既可以在人体保健等方面起到很好的功效,又可以缓解三高患者的病情,健康操分为17步骤。 一,对积时轩穴,时轩穴位于十个手指的尖端,左右手共十个。 属于齐穴,常用于中风,中暑出现昏迷时的急救。 刺激此穴位可以起到预防眩晕和降压的作用。 去穴,手掌向上,十指微躯,时轩穴就在手十指尖端。 左右一共十个穴位,功效,亲热开窍。 辅助治疗,用于急救,昏迷,休克,中暑,疫病,惊觉等。 可以用来缓解各种热症,急性咽喉炎,高血压,急性胃肠炎和手指麻木。 二,对积八血穴。 八血穴是人体中48个境外气穴之一,这里的八指的是数量。 双手手背一共有八个穴位点,而鞋指的是斜气,疏通局部气穴。 从而达到预防各种疾病因素入侵到体内。 因而顾名八斜,这个动作刺激到的就是位于我们手指指缝的八斜穴。 去穴,八斜穴的准确位置位于手指的背面。 左微微握拳,从第一至第五个手指之间。 各个手指的分叉处一共有八个穴位。 功效可以用来缓解各种烦热,比如说头痛、咽痛、目痛、牙痛以及向墙等。 此外,也可用来缓解手臂红肿、毒舌咬伤和手指麻木等。 三,撞击和骨穴。 和骨穴属于手部阳明大肠筋。 由于大肠筋与肺筋相为表理, 以中医的说法,肺筑皮毛、大肠筋是肺筋的表筋。 而和骨穴与肺筋的脉络是直接相通的。 所以此穴可以宣肺理器、疏风解表、调汗陷热。 是治疗表症的药学。 所以,对于汗症来讲,此穴有双向调理的作用, 无汗可发汗,汗多克止汗。 和骨穴其实就是一个保健学, 就算是平时在没有什么病的情况下。 按揉它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, 属于大肠筋圆学。 去穴和骨穴在手背的第一和第二掌骨之间。 功效、辅助治疗头痛。 发热、目去肿痛、鼻虑、咽喉肿痛、 血渊、耳聋、齿痛。 口眼歪斜、面肿、中风口径、 多汗、黄胆、痛经、热病无汗等。 和骨穴为人体全身反应最大的刺激点, 可以降血压、镇静神经。 常用拇指指腹垂直按压刺穴, 每次一到三分钟, 还有健脾胃的作用。 这对于头痛、耳聋、视力模糊、 失眠以及神经衰弱等症状都有很好的调理保健功效。 四、撞击大小于忌穴。 这个动作刺激的是人体中的大小于忌穴。 太渊等肺筋穴位有强心的作用, 可针对关心病。 心悸和心脚痛患者。 于忌穴,属于手部的太阴肺筋, 在人手掌正面拇指的根部。 向下这掌根, 伸开手掌时明显地凸起的部位, 医学将其称之为大于忌穴。 大于忌穴,肌肉丰富, 伸开手掌时可见明显凸起, 占手掌很大面积。 大于忌穴与人体呼吸器官的关系十分密切。 一、对积大于忌穴。 二、对积效于忌穴。 曲穴、手掌内。 外侧的边缘由一组肌群构成而稍微隆起的部位。 大拇指的一侧称之为大于忌穴, 相对的另一侧则称之为小于忌穴。 功效,大于忌穴与呼吸器官的紧密关系, 使得它对防治感冒大有弊益, 而且对于咽痛。 流清涕、打喷嚏、鼻塞咳嗽等症状也有缓解作用, 素有保命学之称。 而小于忌穴可以辅助治疗咳嗽、 卡血、咽喉肿痛、 发热以及扁桃体炎和小儿营养不良等。 五、敲打后膝穴、换手。 后膝穴为书穴, 有舒筋力翘和凝神的功能。 适合经常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、 发育中的孩子。 可以预防颈椎、 驼背、腰部和腿部的疼痛。 也有保护视力、 缓解疲劳和补经义气的功效。 去穴, 将手握拳, 在掌指关节后横纹的镜头就是此穴。 功效、辅助治疗、头向强痛、 腰背痛、 手指以及肘臂乱痛等痛症以及耳聋。 瘧疾、 癫痫、 目斥。 在中医经络学里, 后膝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, 因为它可以直接通到肚脉上。 这属于八脉交汇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位。 肚脉主一身阳气, 阳气旺, 则全身旺。 而针灸是比较专业的治病手段, 我觉得如果大家只想做养生保健时, 则只需要用按揉后吸血的方法即可。 一般按揉几分钟后就能够振奋全身的阳气。 身体好比感觉像燃烧的火炉一般, 暖车心扉。 点揉刺穴位, 对于腿疼, 小肠颈又热又很好的缓解症状的功效。 六, 手背对派中猪穴, 换手。 刺穴为少阳三胶筋常用的数学之一。 该动作刺激的是中猪、 阳池、 夜门等三胶筋穴位。 能够保持颈椎和腰椎的健康, 有助于改善脑缺血。 取血, 伏掌, 夜门穴直上一寸, 即第四, 无掌指关节后方凹陷中取血。 患者伏掌, 掌心向下, 中主穴位于手背部位。 当无明指掌指关节的后方, 第四, 五掌骨间的凹陷处, 小指与无明指指根间, 下二厘米手背凹陷处。 用力按压, 会有力量脱落的感觉。 功效, 能够缓解头痛、 耳聋、 耳鸣、 咽喉肿痛、 目尺和手臂红肿疼痛的症状。 七, 排击齿则穴、 换臂。 齿则, 属于手部的太阴肺筋。 这个动作能够刺激到的是驱齿、 驱则、 齿则等穴位。 这对止咳和降压等有辅助性的治疗效果。 取学, 齿则穴位于人体的手臂的肘部, 取学之前应当先将手臂往上举。 在手臂的内侧中央处有粗键, 键的外侧便是此穴。 或是在肘部横纹中, 供二头肌饶侧凹陷处。 功效, 清悬废气, 泄火降溺。 这对感冒, 扁桃体炎, 咽喉炎, 百日咳, 肺炎, 麻疹, 高血压, 单独, 支气管哮喘, 急性胃肠炎, 肺结核肘关节, 以及周围软组织疾病中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。 八, 内劳拍少海, 少海穴, 手部少阴心经和穴, 这个动作刺激的是手部少阴心经的内劳穴和少海穴, 辅助治疗心痛, 异病等心与神之病, 肘臂蓝痛和臂马手颤, 头像痛, 眼泪痛, 裸力, 去穴, 少海穴, 在肘部前驱, 位于肘横纹内侧端与宫骨内上科连线的终点处, 屈肘取穴, 劳工学, 中指及无名指往下延伸交汇的遥陷处, 即在手掌心, 当第二, 三掌骨之间, 点于第三掌骨, 握全躯之时, 中指点于掌心的位置, 功效, 少海穴, 一, 精神神神经系统疾病, 神经衰弱, 精神分裂症, 头痛, 眩晕, 三叉神经痛, 内肩神经痛, 持神经炎, 持神经麻痹, 二, 呼吸系统疾病, 肺结核, 胸膜炎, 三, 运动系统疾病, 闹枕, 前臂麻木, 及肘关节周围软组织疾患, 肘臂乱痛, 下肢尾臂, 四, 其他, 心脚痛, 淋巴结炎, 冰疮, 裸力, 急性舌骨肌麻痹或萎缩, 内肩神经痛等, 劳工学, 组织病症, 昏迷, 晕厥, 中暑, 呕吐, 心痛, 心悸, 癫狂, 咸, 口疮, 中风, 善怒, 发热无汗, 两边带血, 胸斜肢慢, 黄胆, 心脚痛等, 九, 柔岸中腹穴, 云门穴, 幻肩, 这个动作刺激到的是中腹, 云门等肺筋穴位, 针对肺部疾病, 气管和支气管疾病均有治疗作用, 值得一提的是中腹穴还有诊断治疗肺癌的作用, 去穴, 位于胸部, 锁骨下窝凹陷处, 肩胛骨会痛内缘, 前正中腺旁开六寸, 有胸大肌, 功效, 气短, 咳嗽, 胸闷, 胸痛, 膳气上冲心, 肩痛不举, 隐气, 四肢逆冷, 喘不得息, 十, 拍打肩颈穴, 换肩, 肩颈穴是足少阳胆经常用的数学之一, 刺激肩颈穴或是经常拍打这个穴位, 不仅能降压, 这对于心肺疾病以及便秘均有良效, 去穴, 位于肩上, 前指乳中, 当大椎穴与肩风端连线的终点, 即乳头正上方与肩线交接处, 去穴时一般采用正做, 俯伏或者俯卧的姿势, 功效, 对肩被闭痛, 上肢不碎, 颈向强痛等肩颈上肢不病症, 起到很好的缓解症状的作用, 十一, 扣鸡风池学, 百惠学, 一, 扣鸡风池学, 足少阳胆经刺激的是风池学, 鼠足少阳胆经, 寻胆经书向头之各部, 及外走阳未卖, 胆经气血在, 气血在此吸热后化为阳热风气, 去穴, 颈部, 当枕骨之下, 头额后面大经的两旁, 鱼耳垂平行处与风附学相平, 功效, 壮阳益气, 辅助治疗头痛, 头重脚轻, 眼睛疲劳, 颈部酸痛, 落枕, 失眠, 宿醉, 二, 扣鸡百惠学, 这个动作刺激的是我们头顶的百惠学, 鼠肚脉, 有安神助睡眠, 降压, 致头痛等作用, 取穴, 后发肌正中上七寸, 当两耳间直上, 头顶正中, 功效, 开窍醒脑, 回扬故托, 辅助治疗头痛, 目眩, 鼻塞, 耳鸣, 中风, 失语, 脱缸, 阴挺, 久蟹久力, 十二, 轻拍腹部, 刺激我们腹部神缺, 气海, 官员等保健药学, 这些穴位能调节胃肠功能, 尤其是于糖尿病患者, 取穴, 神缺, 人体穴位名, 位于其症中, 属于韧脉的穴位, 有致腹痛, 久蟹, 脱缸, 立脊, 水肿, 虚脱, 静刺, 已久, 气海在下腹部, 当其中下1.5寸, 辅助治疗虚脱, 绝腻, 腹痛, 蟹蟹, 月经不调, 痛经, 崩漏, 带下, 胰筋, 阳尾, 胰尿, 膳气及尿株瘤, 尿路感染, 肠梗阻等具有强壮作用, 官员学位于旗下三寸处, 主要是通过调节内分泌, 从而达到辅助治疗生殖系统疾病的目的, 13. 擦胆经, 这个动作刺激的是人体头部的胆经, 其中就包括有汗咽, 绿骨, 旋炉, 天冲, 木冲, 正营, 成林, 符白, 脚孙等学, 能够预防偏头疼和降压的效果, 取学, 熏性部位起于木外字, 童子疗学, 上至头角, 和雁学, 下行道尔后, 顽骨学, 再折回上行, 金额布置眉上, 扬白学, 右向后折至风吹学, 是否要整理, 等于转化和压谈的配方, 以为是你以为了解机, 走在路, 它宾是数损众, 它宾曾经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